云朗基地某种程度的解放军化 福建基因之后可以去筑点 对中国大陆来讲 能够跟北边的海南基地 去做一定程度的呼应 它确实对于包夹南海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效果 就是在制作美国的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 两艘这种洞五六就换一个云朗基地 那实在是太太太划算 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 中国跟柬埔赛的相互的关系 观众朋友 今天这一节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来特别带您关心的是 难道中国大陆跟柬埔赛之间 真的在云朗军港这边签了一个密约吗 这个密约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的解密 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 柬埔赛国防部在9月4号这一天表示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向柬埔赛的海军移交 是两艘的056C型的飞弹护卫舰 好这两艘船舰舰的这个舰型 也刚好跟中国大陆从2023 当时12月开始就在云朗基地这边停的 056C同样的是一样的型号就停在新码头这边了 型号是相同的 事实上过去柬埔赛跟大陆都曾经表示说 我们这边的云朗港是绝对不会成为中国海军的海外基地的 不过呢我们也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个分析师 他所提出的质疑他认为说中国大陆可能跟柬埔赛定下了一份密约 内容是说送两艘的军舰来换取云朗基地在这边军港的使用权 还有它的扩建权 这个爆料到底有没有可能是真的 中检如果真的定下了密约用两艘军舰换军港作为海外基地 是不是一个聪明的方法 舰长怎么看 首先这个如果是真的两艘这种冻五六就换一个云朗基地 那实在是太划算了 因为大家想到一个基地不是说船我靠在那里就算了 它要有很多的设施 第一个你要有油料库 弹药库 甚至你要有维修的能力 还有你要有库房摆在那里 还有它一般的行政人员还要住在那里 所以任何一个说我军舰能够在这里做一个整补的 那个通常不是一个我停一下结束的 它要当个基地 它还有好多附带的设施 是很多的 那当然你说为了这个东西 我付出很多的话 很大的代价 当然可能你就觉得 要看看要不要去做 但是动五六是什么船 一般人可能想动五五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大区 动五六是不是更大一点 没有动五六小级了 动五六只有1440吨 它比飞兰快艇大 但是比我们像好比说我们的成功舰4200吨 它只有1440吨 它是一个轻型的巡防舰 那过去这艘船在中国大陆的海军里面算不算一个很重要的呢 中国大陆海军过去总共建了22艘 现在全部淘汰了 移交给海警去了 它把它上面的飞弹 拿战斗系统拔掉了 当作一个海军船 所以它在中国大陆 它不算一个很贵重 很重要 很先进科技的船 那这两艘能够可能换到云昂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你说云昂就是一个地方有什么重要 对中国的思路 海上思路非常的重要 它一路从海南岛下来 就是南海三岛交一个 再过来往左就是云昂 再左过去有一个这个叫做缅甸的大科科岛 我刚刚说的这四个点 每一个点距离大概是1000公里 它每隔1000公里 它又摆了一个折补基地 未来就是要维护这个海上思路一路过去的 那这两艘船可能就达成这个目的吗 其实真正的关键还是中国跟柬埔塞的 这个他们的相互的关系 因为透过一带一路 它总共中国大陆为他们做 机场 道路 酒店 房地产开发 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中国大陆帮它建的 到目前为它建了4000公里的各类道路 水利灌溉4200公里 电力网就拉电线8000公里 光缆就是通讯有2万公里 刚刚那两艘船是 刚刚我说这些东西里面的小菜一碟 就这两个可以达到不太可能 所以就整个其实双方的关系非常好 这只是中间的一个 就你看到它大概可能真的那里 未来会成为中国的海外基地 好 如果真的是用这两艘船可以换取 不管是海当师路 一带一路 这些经济上面的利益 舰长觉得已经是划算极了 不过这个配备 我们来看到056C这次的飞弹护卫舰 还配了什么 包括了八联装的红旗一铃飞弹 双联装 英纪八三反舰飞弹 还加强在这个反潜用的鱼雷发射器 但是光是这样子的武力战力 让柬埔寨就可以心满意足说 初级的军港给共军来做使用了吗 那我们知道在共军2023年底 就已经派出了两艘同型的船舰 刚刚我们说我停在云朗基地这边 是事先就让柬埔寨来熟悉这一些军舰吗 赵伟哥怎么看 其实你说这两艘军舰摆在那边 是不是说有让柬埔寨未来海军 在接收这样的船 作为一个先制作业上来讲 当然也是不可能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个船刚就如我们这个黄兄所说 实在是可能是那个解放军海军 那个当初所有的正规作战舰里面 最好最这样子的 最这样子的 真的是最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原本当初的设计 也就是定位上来讲 它在如果是换成我们台湾的话 当然你说中国大陆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非常努力的 建设它的这个蓝水海军 而且已经出现成效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船 对比到我们海军的话来讲 如果说他们的海军如果说最好的 那个一般的这种船 什么055或是052D 这样的一个驱逐舰 大概可以应对到我们的是 是纪德级那四招舰之外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有大量的054 那应对到就是我们成功级 这一整级的这个巡邦舰 但是呢 它这个056这个船 其实应对到我们海军的这个船里面 大概差不多就等于 井江 陀江 这种巡逻舰 这个等级的这个船 它是完全作为一个 近岸护卫的这样一个船 它甚至于说如果今天这个 美军来了 它甚至于连这个 跟着它的大的这个 这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战斗群出去 在旁边是很诚实的说 连在跟在旁边去 挡飞弹的这个地位都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船又小 速度又慢 真的这个要打到航空母舰 这个反舰飞弹靠近它的时候 它即便挡到前面 这个航空那个飞弹一看 这个船太小 根本就骗人 还绕过它去打航空母舰 这是真的它太小 但是你说因为今天 以柬埔寨在这个 那个周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云长 云长这个地方在哪 它其实就在富国岛旁边 所以它跟越南这个交界 那由于长期以往 当然越南跟柬埔寨之间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 这样一个矛盾存在 所以既然是在越南旁边 这样一个云长 那对于柬埔寨来说 当然希望能够逐步的 强化它的海上的军力 即便就是说真的打不过 你好歹我一开始 这个正式等等要摆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船今天摆在这里 我真的并不觉得 好像有什么这个 了不起或者能够改变 区域战略平衡的大势 但是呢 的确如果说未来解放军 我因为想说 它其实因为 中共跟这个柬埔寨的关系 一直不错 那未来 有点像说 如果我未来要能够 长期的使用你这个云阳港 那我现在就转 让个几艘 这个056这样一个船 有点像是 负那个折底 这样一个 或者说是 使用前线 有点像是 送你一个两艘这样一个 其实解放军 海军自己都不要船 但是对于柬埔寨来讲 的确还是个 还是个这个 家伙的这样 或者的确还是 一号这个船的 这样一个东西 给它使用的话 那对于 北京来说 是一个 这个本小力大的 这样的作为 等于说也是对柬埔寨 释出一个很大的善意 那当然你说 云阳港在整个 它未来这个 海上丝绸之路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 大概是在于 它这个南海这一段 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因为现在中共 它的这个 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营 还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它一路上 能够运用到的港口 真的不多 这个云阳港是一个 瓜达尔港是一个 然后再来 其实就是要到 吉布地区了 然后甚至可能要到 中东去停泊 然后来做一些 后勤的这个补给 所以整体上来说 它在海上丝绸之路 这一段 它的整体的 能够运用到 这个补给的港口 和相对应的 印度跟美国海军来说 其实都还有一定程度 这样的差距 所以对于解放军来讲 它未来 或是对北京来讲 它未来一定会不断的 透过外交上的示好 或是这种 这个实际上的利益的 这样一个出让 让这些沿路上 可以让中共海军 使用这一些 这个港口这个国家 会愿意让中共 使用这些港口 因为其实 你这个海上 海上这个军舰出去坐在 你就拿以美国海军的 航空母舰打击群来讲 它大概七天 四到五天 如果在作战规模下 四到五天 要补一整船的油料 因为你虽然说 航空母舰是核动力的 但是你上面的飞机 还是要烧油 烧油的飞机 四到五天 以美军来说 作战规模 一定要补一整船 油料件的采购 那杂货 大概也七到十天 要补一次 要不然的话 以美国航空母舰来讲 一天要消耗到 一万八千颗鸡蛋 对不对 那当然解放军的船 可能人稍微少一点的话 不用那么多 但是杂货的问题 也还是不能够 一定要能够有 妥善的保障 跟解决才行 所以对共军来讲 未来在海上丝绸之路 一路去找这些港口 是他现在愿意 用这些小资源 然后等于算是一个 见面礼 或是一个伴手礼 让未来 他的后勤保障 能够得到确保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重点还是 军港在南海这边 可以获得海上丝绸之路 更好通行之外 另外就是有军事 海上的实力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 关注在南海这边的一个实力 现在中共针对于 云朗这边的军港 要新扩建的工程 美国也有一些意见 这是来自于 华盛顿智库做的分析 他说这个扩建的码头长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长度300公尺 能够容纳解放军的海军舰队 任何的舰船型 都能够停在这边 这当中也包括003型 航空母舰等等 如果真的能够共军能够 福建舰停在这边的话 战略上能够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跟 海南这边的基地来做呼应 从南北两侧一起来包夹 整个南海 我们请牛赵老师来帮我们看 基本上我会认为是有可能 如果今天云朗基地真的变成 福建舰之后可以去筑点的一个 海外的一个基地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云朗基地 某种程度的解放军化 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成立的话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多 第一个利多 其实刚刚思敏也有简单的一个提到 就是说如果能够跟北边的海南基地 去做一定程度的呼应 它确实对于包夹南海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利机来讲的话 就是说因为今天美国的印太的战略 其实摆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那今天假设说这个云朗的一个港口 能够让中国大陆来使用来说的话 等于某种程度就是在制作 美国的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 某种程度也可以去戳破 美国的一个印太战略 所以美国一定会觉得有盲刺在背 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这个云朗军港 它基本上有它的一个雷达 或者是它的一个追踪的一个系统 这个部分如果支援给解放军来讲的话 等于也能够帮助解放军在马六甲海峡 或者是南海方面的一个活动 给予它相当程度的一个便利 那如果我们再讲更深一点来说的话 这个区块如果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冲突的话 那云朗军港也能够支援这个燃料的一个补给 包括弹药的一个部署等等 这部分对于整个的一个解放军来讲 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利多 那再加上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来做一些相关的考量 这个云朗军港它距离新加坡大概只有一千公里 然后它也接近泰国湾的一个入口处 那也接近柬埔寨它本来要 它现在打算要去建构它一个 比如说最大运河的一个深水港 西哈努克市 这个部分也蛮接近的 包括也接近我们刚刚讲的马六甲海峡 那我们也很清楚了解马六甲海峡 它其实是一个咽喉 掌握着整个航运的一个咽喉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也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一种效果 再加上就是说 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军力 如果能够去深入到南海来说的话 它对于整个南海周边的一个国家 或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在近河关系的一个面向 中国方面又增加了非常多 跟这些国家的一个互动跟谈判的一个筹码 好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到 老师刚刚特别提到 尤其是在美中对抗的一个架构之下 现在这个军港是可以冲破 美国在这边的印太战略的 我们看到其实美军也有所部署 2020年开始它就曾经一度传出 说要在新加坡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这个位置 租借军港要在这边 重新来解编的是它的第一舰队 未来假设我们来看到 一边是共军 它真的进驻在云南港的话 另外一边如果美军 也在新加坡这边重建它的第一舰队 那么泰国湾将来会是美中 接下来对抗第一线吗 舰长怎么看 我倒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偏僻一点 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云南 如果它变成一个 中国大陆的海外基地的话 你想把它当作一个作战中心 那目前看起来它是做的一个 就整补的站 古时候有所谓的驿站 就走一走 我还在像刚刚校伟哥也有讲 一些什么油啊 补给 什么补给啊 这些东西 这是可能的 你想变成一个作战的发起中心 你第一个就要问 它的机场在哪里 因为现在没有空军机会 你没办法打仗 那你说航母 那航母 别忘了它码头 刚刚那码头才300公尺 300公尺 比航母还要短一点 但是中国有一种停法 不是像 好像说这是码头 对不对 我这样的并靠 对不对 它可以这样停 中国有一种这种停法 一刷一刷刷在这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觉得 哇好奇怪 我们海军从来没有这样的停过 但他们也这样停过 但是总之我觉得 那里不太容易变成一个 它的作战的一个中心 那第二个你说 美国海军第一舰队 如果要在新加坡 你知道它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它将来随时可以封锁 马六甲海峡 只要美国的第一舰队 恢复在新加坡进驻 那对中国大陆就是 盲刺在背 那是真正标准准的盲刺在背 未来只要双方 情深一紧张 它只要把那里封锁 整条路就几乎海上失误 就被这样断掉了 所以这个云浪 不太可能是一个 战斗发起的地方 但是美国要找新加坡 是为了要封锁 这马六甲海峡 那他们各有它的目的 跑到泰国完全打 不太可能 所以我不认为 它会形成一个 未来的一个 双方的一个新的焦点 今天我们特别来关心的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比 先来看到纽约时报 做了一个爆料 他说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已经批准了一项 是高度机密的 核子战略计划 是说美国首次明确将 中国大陆视为 核威折的主要焦点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认为大陆的核武战略 已经从原本最低限度的 威折度 现在转换成 具有竞争的一个路线了 所以他非常的担心 另外在中国的领导人 习近平的号召之下 中国目前正在加速 他的核武器现代化 还有建立他的 核三位一体的打击力量 三位一体指的是什么 我们看画面上 下面三种武器 包括了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 东风四一 还有前射弹道飞弹 巨浪三 跟他的战略轰炸机 轰二零 这三种 来一起进行的 三位一体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核武战略 从最低限度的一个威折 到现在已经是三位一体了 如何看现在 正在发展中的核三位一体 它的打击能力和特征 到底也能够给美国带来 多大的一个战略威胁 温家老师来帮我们看 那当然了 其实这个所谓的大国 现在是拥有核武的 叫大国 那这个 我想美国 甚至这个俄罗斯 甚至中国 其实现在都是一个大国 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核武器 那其实就你刚讲的 这个核三位一体 当然就是一个陆基 这个海基跟空基 这三位一体 那当然它要确保的 它是说要建构一个核武力的系统 能够保持这个核威折的多元性 跟它的生存 生存能力 那我觉得从这角度来看 那当然是有关于它这个核的现代化 先讲第一个核现代化 那其实这整个部分的话 现在中国它在进行所谓的 这个核建设 那当然它在这个海基跟这个陆基 它其实它有很大的突破 那当然你刚才讲的 这个东风40亿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其实它具有多弹头的这个能力 而且这个09次的这个 就所谓的这个潜艇 它携带的巨量2型到3型 它这个弹道增加了 这个中国的一个 所谓的二次打击能力 那什么是二次打击能力 就是说一旦这个 这个中国受到美国的 这个核武攻击之后 它不但能够能够生存下来 而且它能在做反击 这叫二次打击 那此时的最重要是什么 当然是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海基型的 尤其在这个潜艇 因为潜艇像这个09次的这个核潜艇 它伸出鬼没 虽然它的射程可能是1万1 1万2 但实际上这个 它透过这个核潜艇 到潜到水米里去 它我们现在算的距离 虽然中国 从中国的这个东部到这个美国的西部 大概是1万1 1万2公里左右 但实际上它是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你生不出鬼没了 很难被发现 所以它如果说一旦这个空基 跟所谓的这个陆基 受到一定的这个破坏之后 它海基就是能够一个生存 一个生存之外 它还能发挥这个二次打击 所以它现在其实中国 现在基地发展是这个 那如果说像空 这个所谓的这个空中核武力呢 尤其它现在这个 还是相对比较薄弱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 为什么这个俄罗斯 为什么打得很辛苦 因为它其实可以用核武 但是它没有用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 毁灭性的一个战争 其实它对这个乌克兰而言 它只是要做一个 长久性跟消耗战 它不是要把它毁灭性 那相对的 这个美国的现在核武 对中国而言 当然也是非常地具有威责 但相对的 中国它也要透过核武威责 来做进行一个 所谓的一个战略恐怖平衡 好 我觉得是个战略恐怖平衡 大过于这个 它的意义在这里 是 好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除了要担心现在中国 大多数刚刚文家老师 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核三位体 是来自海陆空的这个威胁之外 现在美国其实要担忧的 还有就是其他的朋友 包括我们来看到 是来自大陆 俄罗斯跟北韩一起 协同发起这个核威胁 要来一起做准备 另外就是美国呢 它过去它要击败 对手要击败它的核武库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它现在认为呢 有了北韩跟伊朗 它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当中 不断地向俄罗斯提供常规武器 所以它现在改变了 它原本的想法 它认为说这个中俄北韩 是不是真的可能会联合起来 一起来对美国发动 所谓核武的攻击呢 这一场俄乌战争 确实是影响了美国 它的原本的想法 到底原因是什么 大使 对 其实这个纽约时报 这个报导它的这个 它的整个逻辑 我比较 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意见 因为核武它不需要联合 一起来 不像说中国加俄罗斯 一起来打击美国 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核武的这个 基本的战略考量就是 达到相互确定毁灭 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毁灭你 你就基本上对你完成了一个 嚇阻的作用 不管你有多大的攻击能力 你核武库放1万枚 10万枚 没有意义啊 我只要 我只要300枚 我就可以把你国家整个毁灭掉的话 那就已经达成这个目标了 所以你只要有保证 确定可以毁灭你的敌手的能力的时候 这个在后面的增加量就没有用 然后你要不要别人一起来支援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 这个什么俄罗斯 中国 现在又把朝鲜拉起来联手 这样美国才会 美国现在比较 无法 无法 怎么样 无法 就是说会受到威胁比较大 就现阶段来讲 俄罗斯一个国家 就可以把美国毁灭就够了 他也不需要找任何国家出手 对 所以美国才对 才在俄乌战争中到现在 绝对不可能不加入 绝对不可能如何如何的 就是因为俄罗斯有 确定保障毁灭 美国用核武器 毁灭美国的能力 俄罗斯一国就够了 不要说俄罗斯 以中国大陆现在的核武能力 也可以确保毁灭美国 那现在我们光就讲俄罗斯来讲 这个俄罗斯最近这个 它亚历三大三室的这个 这个潜艇 最近一直在尸 它光这个 这一个亚历三大战略核 它上面就160枚核弹头 对不对 它一潜入到深海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等陆地上打成一片的时候 它还可以再补160颗上来 对 那那个这个 那个俄罗斯还有 北方之神六艘 也都是 也都是将近两万顿的 这种核战略核前提 谁敢动俄罗斯 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也不需要 中国大陆帮助 那更不要讲朝鲜了 那美国是没有错 它的陆基 它有义勇兵的系统 可是义勇兵系统非常旧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些报导 它的目的都是怎么样 都是为这些美国军火商 在替它们铺垫 游说 希望你好好把你的陆基的这个 还有美国B-52轰炸机 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那已经有五六十年历史的 这种轰炸机系统 当然它有B-1这些 也可以做空中的打击 那它战略核潜艇是很强 可是问题的相对 我刚刚讲俄罗斯在重整 它的战略核潜艇 中国大陆的096 现在这个巨浪3 基本上力量也都在往上走 那中国大陆的陆基的系统 东风41 它一颗弹 这个飞弹起飞的话 它可以分十个分目标打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纽约时报这个逻辑 我认为纯粹就是想替这些 美国这些军工复合体 骗一点预算 把它这些比较成就的核武系统 不管陆基的各方面 把它翻新一下 可是对战略来讲的话 你再新你也没有办法抵挡诸如此 你如果今天跟俄罗斯翻脸的话 那双方一打起来的话 美国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 我美国还可以生存 我们来看到的是海上军备的竞赛 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海军第46批 护航编队交座舰还有鸿湖舰 在8月15号这一天抵达了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这是在三次 2002、2010还有2015之后第四次到访了 这个地方目前正在交战的 就是加萨走廊的距离只有400公里左右 所以特别的引发关注 我们看到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 睽違十年再次的来到埃及的这个港 有什么外交还有军事上面的意义 请大使来帮我们看 当然这个时机上是一个很敏感的时机 因为正好在这个 以哈战争 这个风云密布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埃及 跟着以色列关系也紧张 整个中东战云密布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军舰进入了埃及的港口 那这个亚历山大港距离加萨走廊只有400公里 对 那时机上还有地点上高度敏感 那也可以解读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这个里面 感谢对阿拉伯集团的一个支持 回教国家的支持 因为埃及是即使阿拉伯集团 又是回教国家里面重要的成员 对 那在这个对立里面 很清楚的就是 美国以色列跟这个部分的欧洲国家 跟这个阿拉伯国家 跟这个回教国家集团 进行一个集体性的对抗 虽然你表面上看是以色列跟这个 这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跟这个伊朗 可是背后是两个集团的对抗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个政治的立场 大概在这场战争里面的政治立场 我想就很清楚了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就是说 也有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舰队 不是第一次到埃及 这是第四次 那么前面几次就是 2002、2010、2015 都分别有中国的舰队 解放军的军舰舰队 到埃及港口访问 可是这是相隔了十年 然后今年5月埃及总理曾经到中国大陆访问 也有说是可能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约定 不过不论如何就是说 这个时候这么敏感的时候 中国军队、军舰 在这个埃及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军港 亚历山大港出现 我认为很有很强的这个 军事外交的意义在里面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了中国大陆过去可能就是说 海军的军力 并没有那么强 那么这几年的军队军舰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舰 是像下脚趾一样的下 对 那这次去的这个 军舰也是中国大陆 现在七千顿阻力的 052D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作战家 焦座号 那当然了就是说 他这大陆的这个新闻发布是 第46批护航作业编队 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 特遣的一个部队 而是中国大陆 在所谓的红海的这个地方的 这个护航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一带的这个 海盗猖獗的地方 护航的这个作业的编队 这是第46批 那而且中国大陆现在 极部地有军岗 所以这个很可能 是从极部地的军岗 然后这个护航作业的这个船舰 直接往上开 对 不过就外电的报导 这个舰队 就是说这两艘军舰 焦座号跟这个鸿湖舰 它事实上 它是从俄罗斯直接开回来的 也就是这艘船 它从往北上进去 现在不晓得是不是走 走这个苏伊士硬核 它事实上曾经两度 经过英文海峡 当时引起英国方面的震惊 因为第一个透过英文海峡 往上走进入俄罗斯的军岗 俄罗斯的军岗进行访问 那回来的时候又经过英文海峡 所以这个舰队事实上 它不是专程跑到亚历山大港的 那我想它是回程 从这个俄罗斯的回程 经过道路 到了埃及亚历山大港 然后再接着就走苏伊士硬核 回到它现在可能的驻地 就是吉布地港 所以这也降低了一些敏感性 如果说是在这个时间 中国大陆像美国的林肯号航母的话 从这个南海地区直接接到命令 快速赶赴这个地中海的话 那又是另当别论 所以我觉得不论如何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是敢于表态 敢于亮剑 那事实上也有剑可亮 也有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展现出对于国际事务 对自己的军事力量的一种 雄心跟报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未来在这个重要的国际事务中 看到中国大陆 不管是外交的出现 或者军事的出现 可能会慢慢会变成常态 也就是中国大陆以前 从一个闭关自首 然后做一个区域性的权利 现在已经慢慢走出这个角色 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角色 是 同一个问题我也请教将军好了 刚刚特别讲到说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现在开始 勇于表态 在态度上不太一样了 那你怎么看这两艘 一个攻击 一个补给舰 到埃及这件事情 无论到那边去之后 表示跟埃及这方面的 军事上的合作要加强 因为埃及无人机 买中国大陆的 那埃及的现在的 它高级的喷射教练机 教练8 也都是用中国大陆制作的 而且是数量总共有119架 那么多 几乎它所有的飞行员的培训 一到高级阶段 都用的是教练8 换句话这是中国大陆的系统 那这样的话 跟中国大陆上面的 即使的合作 它这个海军居然过来 是不是就顺便过来 做这方面的访问 而且埃及我们知道 它国土面积相当的大 101万平方公里 那么大广口辽阔 第一个中海军 第二个中空军 所以埃及的是中海空军 虽然它的国土面积 很大陆境很重要 但是它受到了 以色列跟阿里 整个中东地区 就阿拉伯世界的战争 五次中东战争 埃及都有参与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 在这一方面非常重视 它军事上面的装备 那现在美国一直挺以色列 一直挺到底 那现在 这个埃及是不是 要立某一个出路 早要变成一个 有个杠杆的平衡 是不是像中国大陆这边 也在军事上来做一个 更频密的互动 而且不是光是无人机 也包括了导弹的技术的输出 埃及也仰赖中国大陆 那现在的话它也在考量 后面要不要像 这个中国大陆买第五代战机 都有在这方面考量 所以埃及是看 不能关押美国 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 跟以色列是美国的铁杆 他们想要这个 在埃及上 想要从美国获得第五代战机 困难度相当的高 那以许这个样子 是不是多一个筹码 对埃及来看 它的弹性外交获利更大 压单边对埃及来说 它的获益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埃及有考量到这一点 好 这一节我们要特别 带您来解密的是 中国大陆自主设计集成的 这个首台七千米级大深度 载人潜水器 焦龙号 好 这也是深海的潜艇 焦龙号 这一次是首台 8月18号在西太平洋 完成了第三百次的下潜 那中船重工的副所长 2002年起担任了 焦龙号设计师崔维成 他特别指出说 最终我们要做出的是 他的目标达到 1万一公尺级的载人潜水器 在海洋最深处的地方 他希望就能够达到 自由的航行 焦龙号创下了最大的 下潜深度记录 意味大陆现在已经可以抵达 全球70%的海底 研发过程还有探测 所获得的科技资讯 接下来可能会如何 运用在解放军的 核子潜舰当中 我们请将军来特别帮我们看 对 我们知道 他的深潜 他现在能够到达的是 7500公尺 因为我们知道平均来看 每下沉10公尺增加一大气压 那你7000公尺就增加到700大气压 将来是希望到1万公尺 1万公尺是10公里 马尼亚那海沟也只不过是10900公尺 它就已经到达1万公尺了 那将来的话 几乎就终于到全世界最深的海底了 最深的海底就是马尼亚那海沟 那这样的话 所有下面都会探勘 我们知道整个海洋 地球三分之二是海 那地球的三分之二是海 海还有非常多的矿产 还没开发 陆地上的矿产 大家都发现 史维也挖了 这些金银铜铁都挖了 但是海底还没挖 这个你要技术要去克服 因为海底还蛮深的 那我们现在想想看 每10公尺一大气压 到1万公尺的时候 是1000大气压 我们知道一大气压 就是1平方英寸 1英寸就是2.54公分 2.54公分 2.54公分 1平方是14.7磅的压力压上去 14.7psi 就是每1平方英寸 就是14.7磅压在上面 你现在乘以1000 它是1000大气压 那整个是压爆了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海角号 这个角龙号 这个角龙号 已经到达7500公尺了 你看它 它这个 它长度不大 8公尺 因为它要很压实 抗压 宽度只有3公尺 8公尺 比较小 总重就22公顿 为什么 它这么小就22公顿 因为它很耐压 你不然一压爆 人在里面就挂掉了 是这样 那这样子它能够载人 能够下去 然后不被压爆 抗压 那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所以有着 这个海面海床的这些探勘 它可以成功去做探勘了 那我们知道 三分之二的海域 你把这个所有国家的经济海域 就200 200海里 200海里就是你的经济海域 就370公里了 我们再来换算 那其他全部是国际公海 那万一国际公海 这下面是有矿产 有什么宝贝的时候 我先去探勘 我先去挖 那这个是 这完全是处女地 最大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这个角龙号 已经到达这一方面的 这方面的技术 还能够克服这方面的 那么高压力 1000大气压 那将来的话 这个海里的资源 中国大陆原来上是想要 先生夺人 在这方面它已经有一些 初步的成绩单 已经下潜到7500公尺了嘛 第二个 我们叫做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浅界 这些飞弹浅界 它潜得越深 隐秘性越高 你如果潜航没有错 但是你是潜航 人家是深航 不一样 潜航容易被发现 但是你深航到一定的 你的阴还有磁性 都不容易侦测到了 那这个潜在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你如果潜到 能够潜航到500公尺以上 就是更深了 几乎找不到了 找不到这个时候突击 就在你外海你找不到 因为它是500公尺以下 不容易找了 这个时候一突然 这个弹道飞弹突然出来 你根本还来不及防范 这个是个技术 因为一般的潜航只到300公尺 就差不多设计就这样子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的海坤号 也只不设计大概200公尺 差不多 你不能再深 你如果再深的话 我们叫做 这个兽马效应 你一潜出来之后 你看上面的排骨都出来了 为什么 水压太大了 你一起来之后 它没办法弹回去了 因为它会材料有疲乏 你看怎么变成瘦马 一格一格的 因为被压成这样子了 已经到达极限了 如果再潜身的话 整个会压爆 我们知道有一个美国的 那个英国 美国英国的这个探险家 他要去看铁达尼号 生前 然后还没有买个聚合保险 他们是富翁 就一下去之后整个压爆 瞬间全部走掉 压力太高 压力太高 瞬间他们经过换算 整个压爆到他的生命的结束 不到一秒钟 瞬间 几百大气压 是这个样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角龙号 他技术上已经克服了 那克服了 一个用来军事 第二个用来科研 将来的时候 就是矿产 这个我们叫做 这个矿产的探勘 开挖 将来要靠这些技术 好 角龙号最重要 已经克服 他的压力的上面的一个技术 不过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过去 在前见的部分 噪音大易追踪 是他的问题 现在角龙号还堆了 还多了这个水下传感器网路 能够提升多大的技术含量 汉婷 针对角龙号 他的一些科技突破 对于未来 不论他是在水下长城 或是纯粹在水下的一些技术提升 大概几个方面 第一呢 当然就是最直白的 他的最大的下潜深度 高达了七千多公尺 所以他的所有的探测也好 那他的这个深度跟广度 都是过去前所未见 他覆盖到了更深的层次 那他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 能够在深海所探索国家的这个成员 所以这也是 交龙号的性能 也表示了他们在科学上面的一些技术的突破 那第二呢 就一些硬体技术上 他有一个静底的自动航行 和自动的悬停技术 是啥呢 就是他有这个自动的定向航行功能 跟自动的定高 还有自动的定深的相关功能 就是说他在海底寻溢的过程当中 复杂的环境能够保持航行的稳定 避免呢跟各种海底的障碍物啦 有任何的一些碰撞 而且能够在发现海底目标的时候 保持固定的位置 然后再来使用他的一些机械手臂进行操作 那么这个功能呢 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其他的深浅器 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再来呢 就是高速水深的通信技术 那因为都知道我们在深海当中啊 电磁波在海水里面的传播 其实是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么交龙号呢 采取了高速水深通信的技术 解决了深海通信的难题 那他可以透过声纳 时刻的跟母船保持联络 那解决了在深海当中的通信 他的一些平宽的各种的限制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他的协同作战能力 就交龙号呢 他可以跟水下长城的其他水下探测设备 就包含水下的无人机啦 或者是水下的滑翔机啊 他可以形成更紧密的作战的系统 然后呢 进行了联合的协同的一些体系 所以可以提高整体水下探测 和整体的防御能力 所以不仅是在军事上 那么在海洋的科技研发当中 也都有的重大的功能 好 不仅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交龙号 他现在目前的前身最大 是达到七千多公尺 其实过去在美国跟加拿大的部分 画面上我们看到两个案例 这个探险家 他们的探 可以看到海底下的深度 都达到一万公尺以上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说 未来中国大陆是否有可能 反超美国跟加拿大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科学的实验 因为你愿意不愿意 持续的探索投资 投入的话 我想一定可以打破它 就跟这个奥运会一样 对不对 那中国从零金牌 到现在四十面金牌 这要不断的努力 现在已经到七千五百公尺了 距离一万公尺 事实上当然还是一个 很严重的挑战 这个水下最大的就是水压 你没有这个足够的技术 你真的你的潜水艇 你七千五到八千 就被水压压扁了 也有可能 所以欧美在这一方面 尤其美国在这一方面 它一千多公尺 差了三千公尺 这个水压又差距得很大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一定是不断地在往前 我觉得这个应该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是就是说你进入 你创这个记录 你到最后 你能够到什么样的一个 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那我看中国大陆 这个有关的报导 基本上他们就是收集了 很多深海的这种情资 不管是水生物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海底 它的海床上面的这些 一些地质结构 然后地质的成分 这个是可以的 那当然你还有更深的海面 你要能够下去 你的当然你能够探索的 这个区域就更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往更深的水 去水域去潜进去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 应该慢慢可以 The Defense Post 最新的报导 台湾呢目前 它说正在计划 研发一个极因素直流 喷气引擎 中山科学研究院 也将负责监督 这一项的开发工作计划 三年内就可以来做实现了 其实之前就已经传出过了 国军在研发的 擎天极因素巡异飞弹 它的射程达到2000公里 这边说呢 能够直接打到北京 画面上我们地图 你可以看到 但是呢 这个引擎当时 还是相当的保密的 对照的是旧有的 雄三飞弹 恐怕只是使用的是 美国旧式的这些冲压引擎 我们看到这个擎天飞弹 虽然说 现在说是已经有了 正在研发 但是毕竟还是 这个引擎来源不明嘛 那声称可以打到2000公里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言过 其实呢 台湾打造了这一款 极因素直流 喷气引擎之后 擎天飞弹就能够成为 极因素飞弹吗 文家老师怎么看 我是就想到 如果说能打到2000公里 那大概就是 用战斧巡异飞弹的 这个规格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战斧巡异飞弹呢 它的这个 它的距离呢 大概是1000 这个200公里 到了这个 2500 这么远的距离 那是不是 这个过程中 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那是不是有 美国的 这个身影在 因为不然 其实就 我们来看 舱气来 美国对我们台湾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武器的一个研发 其实它有一个 所谓的遏制的效果 对 因为它 当然它不希望 这个我们缓攻大陆嘛 所以它不希望 我们用所谓的太 太过于这个射程员 然后有这个军阵打击 精准打击的一个 就长城的一个武器 那所以 一旦传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 可能我们还需要 做一个确认 但是 其实如果说 你要就一个两 就是一个射程20公里 那可能要牵涉到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用 巡异飞弹来看好了 战斧巡异飞弹 它的射程呢 大概是 它也只有 一小时是880公里 一小时 那你想 两千公里要飞多久 飞两个半小时 对不对 飞两个半小时 因为一个小时是880 那你要飞两千 不是要飞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你在飞过程中 可别再拦一下来 对不对 这是我觉得 我们可能要是 一些质疑的地方 如果你发展的东西 不是所谓的超音速 你只用亚音速 其实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 如果说射程远不代表说你会 效果会好 因为你飞太久了 就像我们记得很清楚了 是在两三个月前 不是那时候这个伊朗 不是要发动对以色列的反应 那为什么被拦截下 因为它是用所谓的这个 巡运飞带跟弹道飞带 它速度慢了 一下子就被 今晚就被英国 这是被拦截下来了 所以我想说 如果你说你射得远 但是你速度慢 你其实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需要去做调整 你要射得远 然后射得快 这样子我觉得 才是真正的达到 我们所要的 这个所谓自理机型的作用 那当然 其实 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现在因为基础上 这个可能是比较保密的 我也不愿意去多揣测 或许它也真的很远 也真的射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这些传出来了 那代表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战略的威责效果 威责效果 因为我们平常都讲说 如果说这个中国呢 它如果敢对台湾 进行武统或军事行动的话 那我们会进行反击 因为当初讲说 我们可能就是 靠一些所谓雄风飞弹 就顶多到这个三五百公里 就到这个东南沿海而已 所以呢 我们打不到这个中国的内地 那如果一旦有这个东西的话 显然一件就会对中国呢 他们在对台湾武统的时候 他们尤其中南海的领导人 会有所威责效果 因为你看两千公里 可以到北京了 对不对 已经到北京 不是上海到北京了 那这样子是一个威责效果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 我想这个两位前辈都在媒体上 这个经常 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 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透过媒体来放谎话 其实也能达到效果 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达到这个所谓的 不要达到战斗跟战术效果 只要达到战略的效果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做一个观察 跟一个来追踪 是好 射程确实是远 不过这个速度上看起来到底有多快 这个还要再持续的做关注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因为这款引擎 这边说也有可能有美国的影子 那美国自己在过去研发 它的极音速飞弹的过程 其实也不是很顺利 我们来回顾一下 2010年它开始研发 历经数次失败 那一直到今年的6月 才说在这个夏威夷这边 成功试射了它的长城极音速武器 美国公开的数据显示 这款武器最大射程是2776公里 最大速度5.12马赫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都已经有这么多次的失败 台湾的这一款极音速飞弹 能够三年内完成就这么的顺利吗 还是有一些难关要做克服的话 那美国可能会提供台湾相关的技术吗 上志哥怎么看 台湾研究极音速飞弹 那现在依然江湖上有耳语 当然最近一个部分主要是一个 来自一个算军事的 比较大家还蛮关注的一个媒体 Defense Post里头特别提到了 但是你说它提到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太具体 但它表示说台湾方面的部分 国防部现在针对于所谓的极音速飞弹 那么已经跟台湾自己本身的几家大学 来进行研究合作 也就是这里头可能是进行一个 研究合作报告再开始再做 我想其实极音速飞弹是这样子 做一个武器研发 它是一个连美国你看落后那么久 极其直追也花了这么这些年的部分时间 那当然台湾能不能做极音速飞弹 相较于台湾的无人机 是一切从零开始从头起步 台湾因为过去包括以前 包括熊三各式各样的这种飞弹 台湾的飞弹的整个的研发系统 确实是有基础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逻辑说台湾在研究极音速飞弹 为什么大家还是不会觉得 在造什么谣 觉得有可能 主要还是在于台湾本身的飞弹研发 包括在飞弹的设计到飞弹的制造 这个部分确实是有这个基础实力的 那么像刚刚讲现在媒体在披露说 现在在大学在接一些论文在进行 那么这点到为止 但是这里也传出说 这个部分的项目认为是从刚刚讲 2025年starting from 2025年之后三年的时间 这是一个 所以这究竟是一个设计到制造 2028年能够做出来 还是刚刚讲大学的这个研究计划 各方很多教授私下在接 这些很机密的国防机密研究计划 都知道其实那这个就是从2025年开始 然后才2028年 所以这个时程其实还是搞不清楚的 但我们必须得说 其实极音速飞弹其实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 台湾虽然现在能够做的 其实是地对地的部分的飞弹 极音速飞弹当中的应用非常非常灵活 以中国大陆现在又有最新的极音速飞弹来说 他们现在其实来讲 你无论是从海军的舰艇上 包括航空母舰上或者是大驱上 直接来发射 或各方面 现在真正的极音速飞弹的应用 像包括俄罗斯或中国大陆 其实不晓得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要做到这样子 能够灵活的来应用 灵活的来发射 变成它所做的部分 不只是台湾现在只能做到地对地 为主的这样子的飞弹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就恐怕它的难度 无论刚刚讲 因为美国在现前极音速飞弹 之所以失败 就是它的推进火箭系统 现前失败了好几次 终于现在才 所以它其实非常艰难 包括你的燃料密度 燃料的效率 还有包括等等的 你说成为航太的部分的这些通讯遥控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我们坐 你知道高铁在坐 5G的部分就会断信 当你在极音速的时候 你这样子的部分包括你还有可能必须要卫星的 这个同时在进行遥控 这个部分它是一整套体系 所以台湾是不是有可能发展出整个极音速飞弹系统 或者或者是台湾现在极音速飞弹的部分的发展的实力 或能力一如无人机 是配合美国现在发展当中 帮美国一起变成美国仿佛供应链 但是参与了美国共同的大极音飞弹的 现在的整个的发展跟研发 这一点我认为的可能性 在初期会比较高的 好 台湾的部分还在做相关的研发 这个进展我们会持续的为观众朋友做相关的报道 不过在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部分就比较成熟了 最新型的这个是它的应急二一极音速飞弹 能够多次的点火进行新型的固体燃料助推器 维持在相当高17马赫速度下 它说是以打水漂 玄名叫做桑格尔弹道的方式 在大气层这边的边缘反复的横跳 对全球范围内任意地点可以进行精准打击 新的概念大建委员如何看 在极音速飞弹的部分 我们刚刚聊了嘛 美国曾经尝试过很多次曾经失败 那现在这个进度上面跟中国大陆相比 好 我花点时间先帮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飞弹的弹道学 就是说应急二十一所采用的所谓桑格尔弹道 就是跟现在中国大陆在研发的东风二十七 他们都是用一样的这个模式在做开发 但事实上在这个桑格尔弹道之前 中国大陆的极音速这个飞弹 大部分所采用的叫做前学生弹道 那么前学生弹道跟桑格尔弹道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前学生弹道是前学生在1948年吧 他当时曾经提出一个构想 说从纽约飞到这个巴黎只需要一小时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他就提出了所谓的这个前学生的弹道的概念 当然当时所提出来的概念不是为了飞弹 但是后来这个中国大陆把它应用在了飞弹的概念上 所以后来大家就称之为这个前学生弹道 那前学生弹道跟桑格尔弹道 他们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共同点都是利用流体力学 就是我们都打过水漂嘛 就是水是流动的 大气层也是流动的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水面上打水漂 你一样可以在大气层上打水漂 你可以在大气层上不断的弹跳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快速的推进非常远的距离 所以前学生弹道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可是唯一跟桑格尔弹道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前学生弹道是当你在大气层上打水漂 最后你进入大气层之后 这个飞弹的这个弹翼就会升开了 于是这个飞弹就开始加速这个攻击目标 不会再回到大气层之上了 就是他进入大气层就不会再出去了 那这是前学生弹道他当时的这个模式 所以他的速度最高可以达到多少 可以达到15马赫 所以我看到美国研发了这个 还这么开心的说 最大速度不过就5马赫而已 我就想说人家都已经15马赫了 你才是5马赫到底有什么好高兴的 他15马赫的这个速度 可是前学生弹道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种超高音速导弹 都有一种叫做黑障 黑色障碍黑障这两个字 什么叫做黑障问题呢 就是当你快速的进入大气层之后 因为你进入了大气层 你跟大气层的这个气体有摩擦 所以当物体大概超过12马赫的速度 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它的外壳就会进入液态的这种状况 因此就会严重的影响到通讯的能力 所以这叫做黑障 就当它进入大气层之后 因为被液化了之后 这个会有黑障的状况 所以它在通讯上在飞弹控制上会有一定的困难 这是当时的这个前学生弹道 它的这个原理 那桑格尔弹道是在 我记得在二次世纪大战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奥地利的科学家桑格尔 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桑格尔弹道提出来是因为 那个时候德国要研发一个V2长城火箭 去攻击英国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桑格尔提出了 所谓的桑格尔弹道 桑格尔弹道的概念 跟全程酸弹道最大的相同点 它们都是在大气层上打水漂 可是不同点是 桑格尔弹道可以进出大气层好几次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掉了黑障的这个状况 那它最后的这个 最后的速度大概是8马赫到12马赫 所以8到12马赫 因此对于桑格尔弹道来说 它面临的黑障的这个挑战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小很多了 那而桑格尔弹道 因为它不断地进出大气层 它在打水漂 所以它就更难掌握了 那么因此中国大陆现在除了英纪21外 我刚才提到的像这个东风27 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尤其是像东风27 它之所以研发 像英纪21 当然就是这个反舰飞弹 那东风27 它要做的目标是锁定 美国第三岛链的这个反舰飞弹 已经不是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 它已经是要打到第三岛链的反舰飞弹 这个反舰的效果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不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极因素飞弹的这个发展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你说美国要追 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给大家听了 美国最近才试射成功 才5马赫 那中国大陆现在要再迭代更新 它的前一代的前学生弹道 就已经15马赫了 那你到了桑格尔弹道 虽然它的速度降低了一些些到8到12马赫 可是因为它反复进出了大气层 所以它更难掌握了 那么因此我觉得 美国要追中国的这个极因素弹道 恐怕真的很困难 日本的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 特别指出了 在12日上午6点左右 山东舰在日本公古岛以南 约42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航行 确认实施的是舰载战斗机 还有直升机的起降训练 那防卫省也做了一个分析 它说目前在这旁边 有四艘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军的 舰艇航行 这当中包括画面上我们来看到这四艘 包括055 好 型号不特别念出来 055导弹驱逐舰 052D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另外一个是05A 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 统计光是7月9号到18号 在太平洋上面航行的期间 我们看到山东舰总计实施大约420次 舰载战机还有直升机的起降相关训练 山东舰搭配的编队 我们现在来看真的只是做操演飞机的起降训练吗 刚刚我们特别聊到的这旁边的四个编队 都是主力战舰 未来就是主要配合山东舰的航母打击群吗 这次出海 其实让越方看得清清楚楚 大家也都会觉得说 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 不再遮掩了 舰长怎么看 首先我特别要说 这个随着中国大陆的航母越来越多 未来航母到我们东边去操演的 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 我们应该要慢慢的习惯 但是因为台湾总是 所有人其实我不能说台湾 所有人都是习惯说 这个人一定是针对我这样做的 其实不是 他操演他就是要到那里去 他就是要练习 有军舰有飞机 就是要训练 那你是不是针对你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 但是我们去这样子过度解读 第二个你要想 像目前有两艘主要船 一个是福建 一个是山东 福建目前在海市 好不好 他还没有开始训练 他在海市 就是试验 他的装备 那山东现在在训练 所有的航母训练 大概分三种 第一种是单舰的部署训练 好比说我一个人掉到水里 我怎么救他 好比说我的轮机的装备 故障我怎么样 好比说我船上哪里撕火 我要怎么样去灭火 这都是在单舰的 这些单舰有的在港内就可以做 或是在附近的港部做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就是单舰的飞机起降 我没有管到作战 我就是训练他起降起降 这个在东海啊 黄海也可以做 但是还有一个是战斗群 战斗群就是有一 就像是拉铃群的人出来 战斗群的 他训练的时候 他的半径基本上 要有500公里以上 所以唯一的区域 就是我们的右边 就是叫做菲律宾海那里 只要是航母战斗群训练 就要跑到我们的右边去 他有没有针对我们呢 我倒不觉得 那不然他要到哪里去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他往上拉在威胁日本 他往下拉是在威胁菲律宾 他往东拉 他在威胁美国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解读 他可不可以去调整 顺带的除了做我的训练之外 顺带做一些政治的威胁 当然可以 他甚至可以调整一些时间 原来我是下个礼拜 不是下个月的10号要做的 结果最近南海形势紧张 我也许7号就给他拉过去做了 他就我又做训练 我又有政治宣传 这就是他的一个 那至于说他每一次的这些 航母战斗群的标准配备 那这个还没有到齐 或是说有些东西你不见得 你看得到 因为他不是跟在他旁边 他有时候一下散开来的 就好像打球都有一个 篮球都有一个 两个前锋 一个中锋 两个后卫 他有一个标准的 航母战斗群有一个标准 航母一个两艘巡洋舰 像中国大陆的就是动物 它是作战指挥的 要轮流的 三艘驱逐舰 是为了附近的防卫的 然后天空有个预警机 水下有两艘核子攻击动力 这是他的标准配备 是一定要到齐的这些 才能够去打仗吗 也不是 有时候可能少 尤其像美国最近 注意看美国最近 所有的航母战斗群出来 你去点他那个兵力都少 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真的是 太忙了 他才是叫做捉襟舰种 像俄罗斯的兵力不是捉襟舰 他真的是捉襟舰种 那至于中国大陆现在刚出来 他应该都会去配备他的拳套 因为他在训练阶段 那看到的三个 不见得就是他所有的 也许他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个 在配合他演习 不一定 但是你去注意看 每一次他的训练的 已经浮擎的训练到我们东方 不管他在那里待几天 那几天你每天去看 舰机老台的次数又大幅增加了 你看前几天都是三十几次 三十几次 他其实不是 因为他只要到那里去操演 他就要有东西兵力配合 他跟着去操演 所以他的飞机 他的船舰都会跟着增加 但他不是为了说针对了台湾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训练 那当然你要解读说是为针对台湾 也可以解读说是撑台湾 因为军力永远是服务于政治 他的政治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 好 绝对是在训练 那有没有政治的训号 就是各自做解读 这个时间上面 因为有政治训号在里面 时间上大家也会觉得 这个操演的时间也特别的诡异 这是来自美国的新闻周刊 做的解读 他说 这个山东舰的航母编队 他说这一次远航的训练 应该是近年来 两次训练间隔期最短的一次 竟然只有25天 时间上觉得很奇怪 因为山东舰每次出现 都是在这个西太平洋 恰逢美方上周末刚好才下令 林肯浩加速赶赴中东 所以说山东舰的编队常态性的 都是在美国的航母离开的时候出现 这有没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 西太平洋海域还会是美军 接下来想来就可以来的地区吗 老师 我就是要政治解读 刚刚建长所说了 当然他是要来这个训练 意思就是说这一条是他们自制的第一条 那当然是排名第二 因为还有一个这个瓦朗格号 那等于说他们是2013年就开始造 那2019呢 他是正式的下水了 所以说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必须要的这种训练 来完成他能够真正进行到到达这个进行作战的这种目的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训转战 这个现在呢 他已经我看慢慢慢慢区域成熟了 好 那你区域成熟了 当然你要找一个地方去训练 这像县长讲啊 可是呢 你美国走了我就来了 意思就是说 不然的话我在哪里训练啊 我在这个台湾海峡这边 我在这个黄海这边 我在这个南海这边 训练的意义在哪里 当然他就是要针对台湾嘛 意思就是针对台湾之外 当然就是针对美国嘛 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以后你要来怎么样的话 我这边就先把你挡住了 我也在这 当然啊 对不对 那我就先把你挡住的话 我就看你是不是真的还想来染指台湾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政治意味跟警告的意味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否则的话 我搞成说航母舰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呢 他这一艘完了 还有陆续的后续 还有持续的在建造 那当然除了航母以外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 包括驱逐舰 包括这个很多很多其他的 都像下角子一样的 在建造当中 那你现在搞了这么多 那当然主要的目的呢 就说因为你西方国家 有美国所领导的这一群国家呢 你现在对于台湾的问题 你一直不断地在挑衅 那你这样的话 那我 你要我 我难道做事不理吗 不可能吗 那所以说 我现在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从海洋 从海军的这种强化的 这种方式呢 来给你们一个警告 意思是说 好你要来 那你是不是要玩大的 那玩大的话 那当然我就奉陪到底 因为台湾的这个问题 北京是不会放手的 是 这个东西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当然也很重要 可是重要性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誓死一定会来保卫台湾 来警告外界 是 谢谢唐老师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